风 卷起了多少涟漪 夜 唤起了多少浅全 结婢零次的防射 是我曾经戴起动动眼镜 治疗眼镜的地方 苏丁兽医师的故居 是我不曾熟悉的名字 如今断缘残壁下的不堪 老屋依旧 果树毅历 仿佛道尽过往岁月 历历 一旁的地藏王菩萨庙 曾经是多少人心灵的慰藉 也庇佑过多少用路人的安全 顺天轻盈的当日 承蒙齐天大盛收留 鱼贯的信徒及民众涌随 像是见证一代辉煌的消逝 庙宇深厚的停车场 成是个下课放假很多人会去的篮球场 一旁的苦俭树 是剩下长凉避暑的好地方 而坐落三角窗的早餐店及便当店 又是离一夜日常的故事 东门站旁 高架路桥 地下道 曾经的平交道 往来人车不曾烧歇 过往的记忆 未来的尘埃 来往的人不会记得 铁路旁的人不会记得 城市中的人不想也不愿记得 所有的一厢情愿 在夜幕低垂中 化别 越南铁道风情 缅怀台南铁道撤退